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大铃 好久不见 我又回归了 差不多有几个星期 没有上传视频了 我真的是江郎才进啊 感觉没有什么灵感 这确实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没有想过这个频道 做了很多年以后呢 会出现这种倦怠期 就是开始感觉 好像任何我想做的东西 好像我以前都做过了 就我说话就觉得 在一直重复自己 但是我还是有 偶尔还是有一两个观众 会在意 我最近为什么没有发视频 大家比较关心 可能因为我自己身体 也不是特别好的原因 怕出一些其他的问题 所以我想呢 我事实应该给大家发一发 没有什么话题呢 我就找一些 我以前曾经做过的 类似话题吧 今天就做一个 关于empty的 就是用过的东西 空空赏吧 都是一些重复度也比较高 一直都在使用的商品 我就一个一个的 跟大家唠唠吧 反正如果你们 待着没事的话 就听我嘚嘚嘚嘚 对吧 听别人唠嗑 也许也可以让你心情变好呢 也说不定了 第一个就是这款 Aesop他们家的 沐浴凝胶 这个全名叫 Geranian Leaf Body Cleanser 我还特意去查 Geranian 就是那个天竹葵的意思 就是一种花了 他们家 他说句实话 所有的味道 就这整个这一线的味道 在我的鼻子里 闻 就是闻久了之后 我发现 都很香 就你让我就是 特意的去区分 哪个味道 跟哪个味道不一样 我分不出来 真的 所以在我感觉的 就是他家所有的东西 都是味道比较清新 用了之后 自己闻一闻 就觉得自己很干净的 那种味道 所以我很喜欢 他其实是 在我看来 就是一个味道清新 然后呢 formular配方 比较浓缩的一个 温和的沐浴凝胶辣 我觉得是 可以回购的东西 而且呢 就冲他这个味道呢 也是值得回购的 La Roche-Posay 他们家的 这个叫做 Hyalur B5 Serum 这个就是一个 用 Hyaluronic Acid 然后加上 Vitamin B5 混在一起的 一个 类似于 精华的一个 凝胶吧 我觉得 我只能这么去形容它 Hyaluronic Acid 不就是玻尿酸吗 它其实就不也是个保湿剂 那Vitamin B5 我在网上查了 它的功能 也基本上 就是保湿啊 震静修护之类的 所以它们两个功能 其实是类似的 把它们混在一起呢 就可能是把这个 保湿的功能 更加强 它就是一个这种 带着 像吸管一样的 这种 滴管的 一个保湿凝胶 很适合呢 就比如说你 洗完澡了之后 脸稍微有一点点湿润的时候 你滴一滴这个 在手上 擦在脸上 在它没有干透之前 去上一些 有油质的 就能把这个 保湿的状态 封在你皮肤里的 护肤窗 效果非常的好 做过之后呢 它会觉得整个脸呢 始终是处在一种 水的那种状态 我觉得这个 它就是 如果你只是拿它 当保湿剂来看 它效果还是不错的 成分呢 可能也没有 就是现在外面卖的 很多保湿的东西 那么复杂 因为它没有什么怪味 我就喜欢它这个 感觉上就 感觉上 没有那么多 乱七八糟 没有用的东西 然后就比较实在吧 这一罐是多少毫升啊 三十毫升 用大概两三个月 绝对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是 推荐的 我觉得是好用的 这个就是 它叫阿甘油 这是一个 其实是法油 包装说的 可能看不太清 它就是这样的 有一个这样 法油的状态 阿甘油就是 如果翻译成中文 应该是叫阿甘油啊 我一直叫它阿甘油 但我觉得这个名字够土的 所以我想 是不是还有别的 名字啊 但是我就是懒得查了 它就是那个 摩洛哥产的一种 干果 干果 一种坚果 它里面扎出来的油 因为摩洛哥 就很多妇女啊 他们 我之前去摩洛哥也看过 他们就是 整那种合作社 然后呢 这个妇女在家里头 带小孩的那种妇女 想出来赚点钱 然后呢 就用手啊 扔手 一个一个一个 果给你砸 把那个外面 那个果壳 给你砸破了 就像吃针子那种感觉 把里面的果仁砸出来 然后呢 再把这个果仁呢 直接碾成泥 然后再用这个泥呢 去榨这个油 其实它这个 如果说这个工作 要是用机器做的话 是很快 很简单的工作 但如果用人手呢 它就是特耗食 但是在摩洛哥的这个 阿甘油的这个市场上 大家都说是人手做的 所以他们就 尤其是针对游客来说呢 他们就会卖的比较贵 但是这个油呢 就是挺适合 他们那种类似于 沙漠环境 咋滋润啊 保湿啊 对皮肤 对头发 很多东西都是 就是修护的功能 是挺强的 我当时就是这一批呢 这个呢 是借着他们的那个 那个东西嘛 就是在西方的那些 各种各样的 不知道什么一个杂牌子 产的这个护发油 我在英国买的 就是特别特别经用 就是很长时间都用不来 因为它太油了 它这个instruction上说 是一次好像 挤两三蹦 还四五蹦 但我自己感觉 挤一蹦就够了 因为你真的不能把它擦 就是很接近头皮的位置 你就只能擦这种发烧 就是差不多 在底下这么多的位置 然后呢 头发就会很柔顺 然后感觉也挺滋润 就不太毛躁 但问题是 我觉得它修护功能 并不很强 因为就是这一款呢 它其实 Argan Oil的成分很少 它前面大概 一二三 三个 就是最前面的那几个成分 都不是阿根 都是那些填充剂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呢 真正修护功能有限了 就是用不用感觉了 但是我还是 很努力很努力的 坚持把它用完了 因为我觉得它用完了之后 头发会比较顺滑 就梳的时候 比较容易梳开 就是洗完头了之后 我头发在半湿的情况下上 上完了之后呢 就可以去吹头发 可以去梳头发 之后呢 吹干了之后 头发就会比较柔顺 效果还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它滋润效果一般 这个没有什么可推荐的 这个就是 欧莱雅吧 Loreal的这个 它们的护发素 我的头发呢 就是属于 基本上长到 就过尖了以后哈 就会像草一样 就 是不是我营养有问题 还是我这人有问题 我的头发 就基本上质量 就是不太好的 就看上去还 还OK吧 而是我有一些白头发呀 什么的 但是呢 就是我觉得 护发素 对我来说 主要就是让它柔顺一点 然后梳头的时候 比较舒服一些 真正它到底有多少 仰头发的功能 我不是很硕 这个就是那种 在浴室里洗的时候 然后抹一点 然后把它冲掉 就OK了 我觉得效果是属于 可以的 没有什么可推荐的 就像这种东西 像这种护发素的东西 除非我用了之后 巨毫无比 否则的话 所有的产品 在我眼里都是一个样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然后是这个 这是啥 这是Cosmia Cosmia是葡萄牙 超市的那种 就White Label那种品牌 那种感觉 就是超市自己出的护肤品 是属于最 超市应该说是 价钱最低的护肤品 这款呢 它是里面的是 应该是属于纯净水 但它是那种喷雾形式 所以它喷出来的 那个水雾特别的细 但是这个就是 特别的便宜 比如说你像这样的东西 如果你去在那种 雅样啊 什么那种 专门卖那种 矿泉水啊 温泉水那种喷雾的 买的话 就都得个 七八块钱 欧元 或者甚至大瓶装的 可能会更贵一些 但是这个呢 就是在超市买 好像就一块多欧元 我当时买它 就是用来干什么呢 就是用来喷 化妆棉用的 然后我就早上化妆 懒的时候 想把这化妆棉喷湿 我就不去那个厕所 单独的去挤它 就在水龙头底下去挤它 所以我就用这个 就这么一个功能 但我把它用完了之后呢 我也发现 不是特别的 我觉得没达到 我预期的那种效果 另外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 太大意义 后来我就再决定 不会再回购了 这是唯一的买过的这一瓶 两支指甲油 这两支都是香奈儿的指甲油 你看 其实它还剩了差不多 能看出 能看出 它还剩了半瓶吧 为什么我要把它扔掉呢 这两支指甲油 就是当时我在生病期间 就是在化疗期间 我婆婆买来送给我 因为那个时候指甲出现了 很大问题 其实我现在的指甲 也没有很好 这就是指甲 一个人指甲健不健康 就是人身体器官 健不健康的一个 比较明显 也比较直接的一个 一个象征吧 但是当时我涂它 是为了遮丑 后来嘛 我就是身体慢慢恢复了 我就比较少涂这支指甲油 但我偶尔出门的时候 我还是会涂 我很喜欢这两个颜色 这个红色和这个灰色 都是属于那种涂得蛮有气质的那种颜色 就感觉一看就是没干活的手出涂这种色 就那种感觉 但是呢 香奈儿的指甲油 就我感觉质量不是特别的过关 就它虽然是好看 然后涂的时候也很滑顺 但它持久度很差 它基本上也就是一两天 它就会开始就掉茬 当然了我指甲确实是有问题啊 我指甲表面有凹凸不平的问题 还有一个我涂指甲油 是没有涂过base coat 我只涂一个top coat 所以可能跟这些都有关系吧 但是我就给我的感觉不是特别持久 我想指甲油这种东西吧 你至少挺个三五天 或者说咱们少说点两三天吧 但是它也不可能一两天就出现问题啊 所以基本上我涂它的话 我都得是如果第二天有事的话 我今天涂第二天肯定没问题 但是多停两天基本上就不可能了 所以说就感觉 没有我想象中 香奈儿的质量那么好 也没有感觉特别对得起它这个价位 我只是觉得它颜色配得还不错 就挺有气质的哈 涂了之后都挺显白 显得那个手特别的白 但是本身就是质量一般 还有呢就是它用到了差不多 这么一半的这个状态之后 它就会聚干无比 它那个刷子吧 在里面就有点站不出来 它里面的那个液体 就是这种状态 然后它就会感觉 在涂手指头上的时候 就觉得它没办法涂得很均匀了 如果它没办法涂得很均匀 它就失去了指甲油的这个作用了 所以我就曾经考虑过是不是要把它买一个那种 就是NAIL POLISH DINNER 就它们好像有卖的啊 但是我在葡萄牙还真没太怎么见到 就是那种稍微干一点的这种指甲油 可以滴几滴进去 它就会 哎 它就滋润了 但是我没找着 然后后来我就放任它继续的干下去 它干到我刷指甲油 我都忍受不了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决定把它们俩扔掉了 就是这个原因放到了EMPT里面 挺可惜的 如果说它们是一直可以用的话 即使是很容易掉 我也会一直用下去 这支就是就跟这个油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这个是纯的Argan Oil 然后这个是我当时在去摩洛哥旅游的时候 我买的 然后那个店里头呢 就是全是卖那种护肤品啊 洗浴用品的那种店 然后我就买了两瓶这个Argan Oil 我这瓶刚刚用完 我还有一瓶 这个东西用的特别慢 它是油 其实按理说 可能会有一些氧化过期的问题 但是我只要闻到味道 我觉得没问题 我就会一直用下去 你知道油一旦坏了 它会有那个 就咱们东北叫哈喇的一个味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什么意思 油坏了你是能闻出来的 然后但是就是这个油 它有一个很强的那种 就是有点像坚果的那种味道 只要它那个味道是在了 我就觉得它是没问题 这个油我用来干嘛呢 就是一次就是滴个两三滴 我有的时候呢 会擦在皮肤上 就是擦在身体上面 有时候会混合面霜和身体乳 会擦在脸上 然后有的时候也会擦在头发上 这个油真的是一个多功能的油 我感觉 它就很多地方都可以擦 擦完了 只要你别使劲上哈 就一堆一堆油 它就是不会那种特别腻的那种感觉 它吸收的效果 就是速度还是蛮快的 但是它那个就是锁水的功能很强 它不是保湿的功能 它是锁水的功能 就把你个表皮给你封住 就感觉像是凡士林的那个概念吧 就给你封住 然后不透气的就是 基本就是这种状态 但它没有凡士林那么厚重 所以说它也不能用太多 就每次油量都要控制在两三滴左右 如果你能用在两三滴呢 就是够 就刚刚是刚刚恰到好处的 而且呢 它会让皮肤呢 很快的就修复 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干裂啊 就是脱皮的现象啊 如果擦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基本上擦上之后 第二天就会有很明显的缓解 然后接下来是 这支兰蔻的蓝色的水 Softening Hydrating Toner with Rose Water 就是玫瑰水 带着玫瑰水的 软化角质的爽肤水 可以这么说吗 对吧 我觉得它的效果 说句实话很一般 而且我不明白 它的颜色为什么这么蓝呢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颜色蓝 是因为这个瓶子蓝 后来我倒出来之后 才发现不对 这里面的水就是加了色素了 就把它加成那种蓝色的那种颜色 我觉得它保湿的功能还可以 它说的是就是说 这个配方里面是没有酒精的 所以按理说它应该是比较温和的 但我用完了之后呢 没有觉得它有特别温和到哪去 它是能闻到一些味道 另外一个我就是觉得它保湿的功能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强嘛 当时我是觉得买大包装划算我就买了 我是想来就是类似像喷雾保湿湿肤就是都加在一起的嘛 结果用完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就是效果很一般就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 可能我皮肤太敏感的原因吧 我也许是需要比它更温和一些的就保湿的这个产品 或者说这种爽护水 我觉得其实在我看来它用的最顺手的时候反正不是晚上保湿 而是早上化妆之前就是不想洗脸的话 我因为我早上平时都是不洗脸的 我如果需要化妆的话我就会先喷一点爽肤水 然后拿那个化妆名擦一下 简单擦一下脸上的就是头一天晚上存留的一些油脂啊 什么死皮之类的 就是简单擦一下 然后呢我就拿这个当洗脸 接着我就会上护肤霜或者会上保湿妆前的那些东西 所以说对我来说我觉得它用来当洗脸的产品还是OK的 但是纯保湿的话效果一般般 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个就是MUJI他们家的 就无印良品他们家的这个敏感肌用的卸妆油 我觉得 其实卸妆油对我来说呢 它能卸妆 它就是好的 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就不管你是黑猫白猫 你能抓住老鼠 你就是好猫 基本上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对卸妆油的唯一要求 就是能卸妆 什么有没有香味啊 会不会有其他的功能啊 我根本就不在乎 因为我觉得它不可能有其他功能 所以只要能卸下妆就OK 而且呢我也不要求卸妆油能卸眼妆 就是所谓的防水 解毛膏之类的 我只要去卸妆油 能把我脸上的妆都卸掉就OK了 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 它其实在脸上擦的时候 能可以比较快速的把妆融掉 但是呢又不会有一种很油腻的感觉 就是它的这个 里面加的那个就是那个乳化剂 你在遇到水的时候乳化得很彻底 就是很快的就能冲干净就感觉清爽一些 具体什么原因 它有什么成分 这个成分对于身体有没有好处 坏处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是觉得以我对于卸妆油的要求来说 它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一款 也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香精在里面 就是应该就是橄榄油吧 是这个底我记得 所以我觉得好用 我也会推荐 如果你对卸妆跟我的要求是一样的 那我就向你推荐 我觉得是不错的 选择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Advent的 这个是雅样 他们家的 这是大包装400ml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就是截面的那种凝胶 其实我觉得这一款 它应该是 就以我当时在就是超市购物的时候 就对比来看 它应该是那个 他们家设计出来给油性肌肤准备的 就是甚至说皮肤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长一些青春痘什么之类的人 所以说它应该是稍微去油 或有一点清洁功能更强一些 更排毒一些的 咱们说那种洗面的产品嘛 就是说去油能力 去污能力更强一点的洗面产品 但是我用了之后呢 我发现它属于 我用过的洗面产品里 就是清洁能力比较弱的一个款 它没有奇怪的味道 就是无香精那种 就是比较简单的成分 我感觉哈 然后它洗的时候呢 也是舒适的 就是没有给皮肤造成过度的负担 但是呢 它的清洁能力是属于偏弱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那种 皮肤敏感一些的 敏感但是油皮 你可以试试这个 它不会刺激到你的皮肤 但是呢 你要做好准备 它用量蛮大的 就是说 像正常来讲 我洗脸一蹦就够了 但是我用它的话得用个两倍 也就是说得两磅 而且有的时候我还需要就是多洗一次 因为我本来就有一个洗两次脸的习惯 就我这个人就是早上不洗脸 然后晚上呢 洗脸的时候会洗两次脸 所以这个我感觉它的 对我的喜好来说 它清洁能力偏弱 但是对皮肤呢 没有什么太多的刺激 所以就基本上它说还是可以的吧 就是不能算很好 也不能算很坏 偶尔我想起来我会用它 因为我觉得它性价比还蛮高的 还是可以的 Essence他们家的这个眉胶 它这个眉胶叫 它叫brow gel 但是它应该是用来 就是像就是一根一根去画眉毛形状的那种眉胶 然后它颜色是这种灰色的吧 灰色调的 我当时买这个眉胶 我是想练手的 因为我在网上学了一个技术 就是怎么去画眉毛 就跟那个韩国彩妆师学的 人家教的那个眉毛 就真的是把你的眉毛 画着非常的立体 而且哪个地方缺什么眉毛 可以一根一根的去剥 就基本上它的技术 我可以用出成乳画去形容 但是呢 我学了它这个方法之后 我意识到 原来我缺一样东西就是缺一样这种眉胶 因为它有些时候会需要画一根一根单根的眉毛的时候 它需要用这种眉胶 就稍微 这不算是液体吧 就是高状 霜状的产品呢 用很细很细的笔去描绘 其实我是有很细很细的笔的 但是我就是没有这种产品 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下 我不想买太贵的嘛 其实我觉得Essence有些东西还是挺好用的 而且它价钱不贵嘛 所以我就去他们家装柜看一下 不是装柜 超市看眼 结果我就看见这个了 我觉得行啊那试试吧 好像也就一两块钱欧元 我就拿回家了 结果发现 哇 为了狗 它不但妈干 而且呢它还结块 就是说那种就是拿刷子 你占了半天 几乎什么颜色占不上来 你就想说那我狠点吧 事情把刷子往里怼一怼 颜色占过多了之后 你再刷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一块一块的往下结块的掉 就它上色很有问题 它配色其实我觉得OK啦 不是说特别适合我的眉毛 但是也可以接受 因为我只是想要挑一根一根的单独的眉毛 但是它的问题呢 主要是它的质地的 所以我用了一次 我就意识到 我的钱打水瓶了 但是我一直是不舍得扔它 因为我就是想 有机会做empty的时候 我吐槽一下 我骂骂它 我发泄一下 然后为了我那流失的 好像是两块钱还是一块钱 我挨到一把 有这个钱 我哪怕喝杯咖啡也比用这个强 反正就是很失望 然后这个事情之后 我就再也不想买这种brow gel 因为我看市场上要蛮多品牌都做 肯定都比它好用 但都比它贵很多 然后我就想说 我不想为了这个练手花这么多钱 万一这个技术练不出来呢 就是我根本就不 其实我没有那个能力呢 就是动手能力太差了 我怎么样 所以我就想说用一个最低的价钱去练的 结果没想到 翻船了 翻船了 好吧 那么今天的这个 double吐槽empty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感谢大家对我的频道的关注和对我个人的关心 如果大家有什么特别的话题想让我做的 也欢迎在底下给我留言 那么有机会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